Le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Hela對上Viper的一個對決 那這場很特別是Hela選擇微精人 那這場會播的原因是因為 近期蠻多人在說微精人科技線發展不夠完全 就是科技有缺陷所以很容易輸 但是這一把不一樣了 因為玩的人是Hela 那我們就來看Hela會怎麼把微精人玩到零零盡致吧 那稍微講解一下微精的特點 微精的特點的話就是手推車 跟輪軸技術都是免費的 爺上封建時代直接送給你輪軸技術 上城堡給你手推車 而且連研發都不用研發 支援的研發費用也不用 所以就是整組送給你 跟法蘭克生時代一樣 就是會直接送你田的升級 這個輪軸技術 算是CD國裡面最核心的一個經濟科技 你想要農得快經濟夠好 這個輪軸一定要記得點 那手推車也是必點的 那沒點的話通常都會下去 好 那來看一下立陶宛 那MIPER立陶宛的話 他的文明算是一個 需要去減移機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有列提斯 那列提斯的話 是可以無視裝甲的攻擊 他的攻擊是可以無視裝甲的 你就把它想成是L 圈L的真實傷害的概念 而且他的列提斯是 減移機減得越多傷害越高 那上限是加2 多加2攻 總共是加4 最多是加4攻而已 好 那 不只是列提斯 連騎士也會加這個傷害 所以立陶宛的一個核心的玩法 就是上城堡搶移機的一個重點 那能不能搶到移機 也是蠻看玩家的造化 那在這種高端場來說 對手通常都會阻止立陶宛去減移機 所以通常城堡時代 都會打到頭破血流 那或者是直接一個大鋒劍 把對手打死 這都是蠻常見 對付立陶宛的一個特點 那立陶宛他滿 算是有對這方面補陣 就是說他在封建時代 不是封建時代 他只要是長槍兵跟戰矛 移動輸入都會增加10% 那這個10%就可以彌補 封建時代的一些劣勢 那可以基有這個能力 碰兵啊之類的 秀一波操作回來 那就比較容易在封建時代取得優勢 那城堡時代搶移機 就比較有機會一點 也算是一個 比較高端才會玩的一個 細節的東西 像我們這種等級比較低的 1500-1600左右的玩家 可能這個能力 不是非常明顯 但是在高手的眼裡 這個加10%的移動速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會怎麼選擇吧 那沒意外的話 我覺得兩邊應該都會想 打一個大封建 因為打大封建的好處是 維京人經濟量多 封建容易打死人 那再來是立陶宛 也是 封建時代 直接出槍兵跟毛兵 移動速度很快 對地圖控制力來說也算不錯 只要在封建時代打出優勢之後 到城堡時代減移機 也比較簡單一點 哇這邊一個 TCY殺豬啊 黑啦一個失誤 哇這個是我三年前的話 我都會開台 然後解說 喔這個 TCY殺豬吃豬 這個合格 合格是什麼意思 就是 新手合格的意思 很菜的意思 那因為講他菜也不太好聽 所以我們都講合格 哇 這個玩法合格了 這老人講古時間 這個不多講 好來看一下viper 現在看viper的圖好了 viper的圖 圖算是不錯的 金跟石頭羅我在後面 那果樹也在這裡 唯一小尷尬是金在正前方 但問題不大 以viper的控制力來說 跟手術應該是不同的問題 這塊金應該也是 我可以吃得很安全全的 只要不要被對方插到寶 當然不太可能 viper這種等級的玩家 被對手臉上壓寶的機率是幾乎為零的 不太可能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因為一定會有冰的情況下 對手也不會這麼貌然的 在臉上插寶 所以這個金對白牌來說 應該是沒問題 這邊插個TC 開個TC 這塊金會吃得蠻開心的 好 那算是不錯的一張圖 那他的木區也算是蠻多的 總共有3塊區域 但是都不太好守 那以他的感覺來說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60分左右 應該在他心中有合格 約恩果樹在滿裡面的位置 viper前面 可以過得非常舒服 好 那來看一下黑拉的圖 黑拉的話 就比較尷尬一點 他的木區只有這一處 那前面這兩處木頭 可能會不會弄到懷疑人生 所以金也在外面 所以你通常只要走進來這一區 哇這個木區跟挖黃金的地方 全部都直接不能做採集 所以viper可能封建時代 城堡時代 一個重點騷擾應該會打這個地方 這邊一次騷擾兩個地方 超舒服 但是 插TC的話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 玩家們在選擇插TC的時候 位置也是選擇非常非常重要 不是你想插哪就哪 金在哪就插哪 雖然也是可以啦 那就是還是要思考一下 你的選擇跟想法是什麼 不然你有可能像那種TC插這個位置 樹這麼薄 然後只有四塊石頭 然後你村民出來都只能踩石頭 然後吃一點點樹 然後接下來村民就要跑非常非常遠的地方去 去砍樹啊 或是挖金啊 撒田啊之類的 就會很麻煩 相對也不好好守 也沒什麼針對性的東西要防守 所以黑拉沒 如果沒意外的話 他的TC都會開這個地方 這裡開一個這裡開一個 然後這裡再開一個TC 就完美了 那這個TC應該是不會開這裡 這個有點太遠了 好 那算是基本講解 已經熟練的玩家 可能就有在講廢話 但其實對很多新手來說 是剛接觸四幾個玩家們 可能這個方面不太熟悉 能講一些比較新手的東西 我還是會講 好 那如果不喜歡聽新手講解的部分 可以一隻按快轉 或是用兩杯數也可以 好 那兩邊是選擇了打封建 肉馬Viper已經出了三隻 加了原本的一隻總共四隻 那這邊 黑拉的刺猴已經殘血了 那家裡圍的也是蠻快的 馬上就圍死了 好 麥婆帶走過來 看看果樹這邊 哎呀 這果樹沒圍 但是有一隻刺猴在幫打 會不會收掉一吋 好像可以 嗚 直接擊火 點掉了一吋 再收掉一隻刺猴 完美 這就是我想看到的畫面 精湛的操控 這就是我熟悉的麥婆 我看麥婆也看了四五年 有五年嗎 好像也沒有 大概三四年吧 從HD時代就一直在看他玩 看到他的操作就覺得 嗯 有夠噁心 都知道他想幹嘛了 好 然後這邊 砍一下砍一下 全部殘血 也沒有到很殘喔 就個砍硬刀而已 麥婆的操作都是這樣子喔 砍一下跑 砍一下跑 非常非常的 有威瑟麗嗎 還是 我 嗯 不能說我錯了 反正就是 非常 搞心態啦 以現在玩家來說的話 就是搞心態 操作太好了 對手 心態有點被打擊的感覺 好那 黑拉這邊選的是 弓兵開局 那這邊有四隻小 弓兵有點危險 這個不補個長槍兵 斗力一起出門的話 可能會白給喔 因為白柏這邊爆馬是爆了四隻 而且兩隻的 兩隻的 兩隻的戰毛也已經 喔不是戰毛 是毛兵而已 毛兵三隻都已經好了 原來白柏也看到對手出小弓 所以這邊就事前防範好 那目前一弓還沒有點 白柏這邊升了一弓 那黑拉這個一弓是完全沒有點 明明是打小弓卻也沒有一弓 有點缺肉 因為這邊田才剛傻 那之前天空雄我跟我講過一個重點 封建時代微精人 先下射箭查跟先撒田的差異就是 你先撒田的話 一擊射可以早點點 像黑拉這一把就是 先下射箭查沒有先撒田 所以導致他的射箭的時機 升級時機比較慢一點 這算是非常非常細節的一個部分 那大家都聽聽喔 原本不一定對每個人來說是有用的 那這個部分算是 如果真的要跑到2000分的話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也是要注意 目前我也是計畫單挑打2000分以上 這是我的目標 應該今年有機會可以大打 最近的勝率都蠻高的 覺得有機會 升到2000 可以今年也打贏T90過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是沒有時間跑 因為現在每天日更影片 然後平常有些工作要做 所以就變得相當忙碌 現在連直播都沒在開了 上個月直播81個小時 這個月 5個小時都不到 OK 那這邊來看一下這個對決 OK 三隻戰卯直接硬點這個戰 硬點小弓有沒有看到 VIPER的操作就是這樣子 他的戰卯基本上不會去讓他自動去打 刺猴 能有沒有 能打小弓就打小弓 但是黑拉這邊也是可能好 一個上下左右動 直接閃掉戰卯的傷害 所以這邊一隻小弓目前都還沒死 都只是殘血擦身 擦身而過的感覺喔 那黑拉這邊馬量也是蠻多的 這邊馬也是空的不好 這裡有七隻馬 但是以正面來說 VIPER看起來是稍稍有點優勢的 但是這邊小弓雖然有點多 十一隻 十一隻小弓的話 如果這裡爆的不好 又在他加打的話 可能會被遭到行動限制喔 因為你可能會到他TG架開戰 會不會被TG射 所以盡量喔 這邊黑拉趕快圍一個防線 我來這裡 把防線圍起來 讓VIPER的操作空間比較少 比較好掌控他的移動位置 跟預判他的走位 那這邊確實 VIPER覺得這邊進攻不太好 就算即使深追深追到底了 也是到TC的部分 這邊打起來 對他來說非常不利的 OK 那VIPER這邊小弓 來到了十二隻 十二隻的話 這邊直接騎射掉這些肉馬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這邊要打了嗎 這邊覺得小弓太多 要來回頭點一下 回頭再點一下 直接硬點 但是黑拉的走位非常好 哇 你看幾乎都閃掉 那個戰毛的傷害喔 幾乎都是滿血的小弓 很厲害 不要看這樣子 操作好像很easy 很普通的回頭打一下 兩邊的細節操作都做得很好 OK這邊直接正面 硬插 插死一隻小弓 OK這邊滴滴打高地有點尷尬 你看這裡是微微隆起的 有點看不太出來 但其實這次有點隆起 OK那這邊沒有高地之後 這邊直接丟傷害比較高一點 但是VIPER的吧 已經全部死光了 那只剩下兩隻戰毛 應該要被黑拉全部收走 完蛋 還有六隻肉馬 加上七隻小弓 VIPER家裡只剩下一隻刺頭 哇 這要是一般人 應該被秒殺了吧 我的天 哇你們看這個 黑拉的肉量很多 哇 又六百多肉了 雖然這個六百多肉 是因為他沒出戰毛的關係 VIPER是有出戰毛的關係 但輪軸方面 也是有幫助到 黑拉這邊 經濟非常好 這就是微金人的淫威之處啊 我以前也喜歡為微金人 但微金人最終不太喜歡 原因是因為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全面性一點的文明 因為我個人喜歡一直打他轉兵 的文明 像波蘭啊 後來是波斯啊 之類的 波斯應該也不算太全面 反正就是像中國之類的 中國瑪雅阿茲 就是科技可以開到三攻三防那種文明 全部都可以開的那種 個人比較喜歡的那種 比較容易打到後期 後期來說我也比較會打 好 那這邊 VIPER前面一個騷了 沒打到什麼東西 打了幾下城門之後就回家 來守這一波了嗎 家裡還在出馬 而且這邊黑拉已經率先點下了 城堡時代 那一季田也補了上去 但是這邊VIPER依舊在爆馬 這一馬本來只剩一隻 現在爆到了十二隻 約團雙馬就爆馬 那這邊爆馬結果就代表 VIPER上層時間就越慢 那這邊上了層越慢 這個在暗毛 也找不到 有點 失去的人生方向 突然想起來 哎呀 原來小公在這啊 趕快過來 或者是VIPER是想要來賭 這個支援怪的小公 這都有可能 不能說VIPER他沒有找到對手 可是他有可能在預判對手的一個走位 所以有時候看 其實以為是他們失誤喔 其實並不是他們失誤 是他們已經預判到一些事情 只是沒有預判到而已喔 就是預判你的預判的概念 但沒有預判到的話 就看起來就會有點蠢 好 在這邊看起來 嗚呦 這個肉馬直接上去硬尻 完美 戰毛平地開插 而且繼續夠近 沒發傷都扎他死了 頭在這個弓兵上 OK 你看 這個弓兵殺完之後 馬上拉開 然後讓肉馬進去打 哇這個就是VIPER的微操 該動就動 不該動就別動 很聰明的做法 哇VIPER這邊還 事先下了一個箭塔 在這個祖金的位置 哇這個祖金 確實要下個箭塔 那VIPER算是 即時下 會防守的人喔 他即時是也沒有看到對手出門 但是他已經OS 就是想說 他應該出門了 已經上城堡時代一段時間了 奴兵應該要來了 因為這邊 這個距離 確實奴兵可以射得蠻爽 那這邊殺了箭塔的話 那奴兵就不能一直燒了 好那城堡時代 這邊也是上了 剩下30秒 那一擊挖礦也好了 好這邊一個插聲的過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這個視野 感覺是沒有看到的 有看到 這個視野 看到趕快拉一波走掉 到後面這一塊墓區伐木 這邊還有在毛袋巡邏 看有沒有轉角遇到愛 好這邊 清騎兵又直接回降 不好把三隻要送掉了 有空有空 這就是我知道的VIPER OKVIPER這邊清騎兵 跟二級仿擊研發了 跑速也在升級中 那沒意外的話 升級好這一波12隻弱馬 應該可以輕輕鬆鬆吃掉這10隻弩兵 而且有二級仿的話 射起來也不會那麼痛 那就要看一下這升級時間哪時候好囉 好二級仿 還有10秒 但是左邊黑拉這一波的弓兵 也跟了上來 能不能會合呢 總共有19隻的弓兵 一會合的話 VIPER就不好打 而且還有騎士過來 怎麼辦 又贏打了 不行啊這要上了 是我我也上了 OK直接硬砍上去 好黑拉再一個做一個操作 強暴高地 來打這個高打低 讓自己的受到傷害少一點 但是VIPER這邊也是一直貼的上去 後面還補了大量的騎士過來 雙馬就暴騎士 要出那一題 立陶宛騎士 這邊已經是有異攻的了 而且防禦是二防 完美 二防異攻的騎士 OK那接下來 VIPER剛剛已經下修道院了 沒意外的話 比他的個性 這是什麼 修道院嗎 對 這個是修道院 OK 確實這波近戰打完了 通常這邊打贏 下修道院的時機就是這個時候 修道院下完之後再開第三個TC 先開1TC 然後下修道院 然後黃暴馬 然後有機會就開第三個TC 然後繼續運動 這算是一個標準的馬國城堡開局的一個模式 如果我們不知道修道院哪時候開的話 就是讓自己熟悉這個TEMPO 就是先開1TC 再開修道院 修道院開完 開始解疑機 然後再繼續開第三個遺跡 然後最中間的話 你的田還是要補一下 田不補的話很容易爆開 為什麼這個直接硬打上去了 我有點看不太懂 沒事 可能當作VIPER在騷擾 或是他沒空到 我還確定 有點硬要的感覺 嗯 也不能說好或是壞 嗯 就當作騷擾吧 好吧 那VIPER確實剛剛這一波打得非常好 讓黑拉這邊十九隻小弓死掉 導致他城堡時代的威懾力已經沒有了 現在只能全力防守 那VIPER最想要看到幾乎就是 城堡他有優勢 那城堡又有優勢 立陶宛 這邊就可以趕快瘋狂減遺跡 增加騎士的攻擊力 好 那這邊 撿到一個優勢的話 攻擊會加1 等著就會看到十加二的一個攻擊力了 來 放進去囉 放進去之後這邊騎士十加二完成 OK十加二的騎士 好了 然後這邊MICLE點下的戰 毛筆 然後黑拉這邊 選擇 轉出了重裝喔 那我們在上部影片有提到 像馬虎啊 或是步兵果 最好還是要點重裝 那黑拉就是我喜歡的那種玩法 就是 雖然你可以出馬 但你可以 但是你也是不出馬 反正是選擇出 長槍兵 加上 奴兵 然後加上 老頭的一個打法 不一定要跟對方拼馬 我覺得算是比較更明智一點 雖然這樣子會有點被動 因為你城堡時代不打黃金兵 你就只能挨打挨打的份而已 我才剛說你挨打的份 然後你就派了一坨弓兵進去VIPER的 這個HOLY SHIT 進攻阿 這個太無情了吧 直接走進來 但是VIPER這邊 因為點二級色 所以這個劍塔傷害起也還好 那正常來說也不會點 打騎士點二級色也是很有想法 即使是世界冠軍也不會這麼浪費之遠 這些肉都要拿去點農田阿伐木阿 趕快撒田然後造村民 點輪軸跟手推車 沒有那麼多肉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然後這邊有三隻騎士 被HELA直接給圈養 哇靠HELA直接打烏臉 哇他這邊直接開DC 是為什麼在這邊開了呢 喔這邊已經開兩個 確實阿 這個地方已經開兩個DC了 這邊三個老頭過來 招想這三隻圈養的騎士 然後因為被招想的關係 VIPER直接Delete 刪掉了三隻騎士 沒有辦法 那被捐養的下場 就只能這樣子了 好那這邊第四個TC 是開手這個位置喔 那還行啦 只要不是第二個TC 第三個TC開這裡 就好 原這邊出來的村民 其實應該也不會太多了 原到時候 他到100多人口 他現在都已經96了 第四個TC開出來 大概也產個 六村左右吧 就可以停了 所以這邊挖死火的人 應該是不會太多 又讓我學到一招了 如果第四個TC開在偏遠地的話 沒有關係喔 但是一定要限定於第四個TC 這樣就不會浪費太多 支援村民走來走去的時間 OK那戰毛這邊注意再投擲 但是VIPER這邊彈道學也上了喔 我要打最兇耶 那VIPER這邊只要全出 戰毛的話就沒問題了 那加力已經應該還是在講 OK 戰毛出來壓力很大 要招嗎 要招戰毛嗎 招戰毛會被投 哇直接投11隻 然後為了招一隻戰毛 並死了兩隻 老頭好虧 血虧 但是立陶丸這邊 攻擊力還是沒有下 欸這個遺跡居然沒去撿 這個老頭要先去砍嗎 要分兩隻進去砍 沒問題 哎呀直接說春 完美 那加力看起來是沒問題 應該沒有第二隊來作燒了 那證明來說 長槍兵跟弓兵 給的壓力還是蠻大的 而且VIPER這邊 還沒有點帝王時代 哇你看這個支援量 OK啦都已經點帝王了 欸不對啊為什麼你點帝王 你還有一千肉跟七百公斤 阿VIPER 阿VIPER 穿米差二十穿差這麼多嗎 欸 這就是圍巾之力嗎 好扯 這個肉量是怎麼回事 呵呵 我傻眼喔 哇這個VIPER 有點尷尬喔 人家點了帝王還有一千多肉 這是BUG嗎 這應該不可能BUG吧 連這個CM波 喔 關戰器都會BUG 那我還真是不用了 但應該不可能 這肯定不是BUG 維京的經濟就是這麼好 我的天 好這邊但是 黑拉沒有點二級田 應該待會會補 那這邊先升級 科技方面的喔 軍事先點 呃這個田 也沒有木頭可以點二級田 木頭很稀缺 這個黑拉直接一個 撒田撒到爆 直接想一個樹地王的一個想法 那我覺得他也打得真是不錯 因為你要這樣想 他在一邊交戰的時候 然後邊擠出了這麼多田 然後用那個經濟調整方式 去轉出大量的田來 這是相當相當不容易的 好那MIPER終於要點到帝王時代了 那MIPER應該傻眼 欸 我剛剛點帝王你就帝王了 哇 那這個城堡直接看起來是要改給 好那這邊騎士直接進來硬砍這些戰矛 那這個戰矛 這個不是騎士來砍戰矛 是 黑拉 用招搶的騎士來砍這個戰矛 那這邊 重裝長兵實在是太多了 趕快跑趕快跑 但是這邊立陶宛有跑速還行 跑很快跑很快 還可以秀一下 還可以秀一下 好但是 黑拉轉出了狂戰士喔 上面開打上面有騎士全屍 好但是這邊 唉唷 好噁心啊 VIPER撿了三個遺跡 攻擊力加3 那黑拉撿了兩個遺跡 所以這個立陶宛只會比一般的騎士文明多一攻 那我覺得這邊他打騎士有點虧欸 因為他這邊 黑拉轉出了狂戰士 那狂戰士一出 然後再點上銀罐 對部兵有加成的傷害 應該叫酋長吧 那個科技應該叫酋長 欸酋長一點下去之後 這個騎士會瞬間融化欸 不管是狂戰士還是抽抽喔 只要一出一套這個騎士 基本上大概五六下就sick by了 那你不用五六下 沒關係四五下有可能 非常非常痛喔 球斬科技 好投車可不可以砸 誰來砸這個遠頭呢 喔唷這邊不砸遠頭 直接砸步兵 有想法 這邊戰毛指數給壓力 OK這邊衝車想要來解 但是投車 喔高打低 直接砸爛半險衝車 好夢 遠啊遠一點 後面有補切馬過來 想要來解這個頭 遠距離投池車 這個距離投池車 能不能用投車點掉呢 但是這邊近距離 肉馬直接互撞 有點尷尬 而且這邊戰毛也稍微控一下 不然要被這邊 狂戰士給敲爛了 哇這邊直接硬上肉馬 直接蒸發有沒有 哇兩下三下就死一隻肉馬了 何況是騎士 哇我的天 這就是維京人喔 很狂的 而且這邊 維京狂戰士要上金銳了 OK金銳一號 血量器4D 攻擊力14加2 這三共也要研發二 攻擊力14加4 完美 最強的 維京狂戰士 出現了 直接開尻 嗚嗚嗚 三下死一隻戰毛 大概是這種威力 這邊不想抵戰毛 直接來凱這個巨型投子車 沒錯 投子車先打喔 這個投子車難處理 這邊量有點少 再來巨波 再來一波的話應該就沒問題 好那白破這邊 戰毛巨幅大量過來 而且這戰毛兵已經有點下霸學了 攻擊力變成7 3加4億的一個能力 那三級防還沒有好 那就要看一下會不會點三級防 目前應該是不會點的 沒什麼必要 戰毛點三級防 可能對方只會打奴兵 不然沒必要點 好那這邊直接硬尻上來 來尻村民 哇這個砍很快啊 這個村民 砍個幾下就躺在地上投了 這邊來砍這個巨型投子第一物 拆的速度也是很快 這個砍的速度超猛的 這就是維京狂戰士有過狂 左邊一個狂戰士無雙 尻村尻爾了很多戰毛 哇三下可以尻石一隻戰毛 真的太噁了 欸數量這麼硬 欸他其實遠方蠻高的 有我 雖然沒有到非常非常高 但還是可以抵禦一些戰毛的防禦力 喔這邊敗魄 展出了大量的火槍 要來點這個維京狂戰士 這點狂戰士應該是蠻好用的 但是距離他遠的話有點 這個炮槍 他的砲槍 能不能打到頂中心啊 喔這個射 唉唷這個騎射 射這個 戳戳還是蠻痛的 這邊一個開槍 再開槍 唉唷因為在移動喔 所以這個精準度有點慘 射不太到 只有微微的殘血一下 這些無禁狂戰士 好那這邊火槍兵怎麼撿呢 立陶安的火槍兵 有想法嗎 要怎麼對付火槍兵呢 繼續出狂戰士的話會火槍射歪 這邊決定要轉奴兵了嗎 三級射點上去 還是要先出點戰矛壓壓金呢 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黑打這邊選擇 選擇應該是戰矛喔 開了一層戰矛兵了 戰矛兵打火槍兵也是好用的 但是火槍兵打戰矛也是很痛的 兩邊都打對方都很痛的 但是火槍兵是黃金兵喔 所以互打來說的話 戰矛已經是虧爛 火槍兵已經虧爛了 戰矛可是爽戰了 所以黑打這邊要來省資源 省經濟 點下增兵技術 彈倒學 然後 攻兵防禦二級 開始研發 準備要研發三級了 那這邊 狂戰士直接 上來想要點火爆燈 下面露了一些 新奇兵下來 砍一個巨奇童子金 這邊上西非常好 沒怪的話這兩台都會投掉 但是 LIFE的巨路技也被 黑打的圍巨紅 但是硬貼了上來 直接把一台給拆了 拆了之後可以打這個 戰矛兵火槍兵 好痛 哇 靠 火槍兵也是三下死一隻 三下斧頭也是死一隻火槍兵 哇 好猛好猛 當然火槍兵 最勾兵的還是他的攻擊速度 攻擊速度太慢 被狂戰士掏 也是被清得蠻快的 那就要如何甩槍 就是個問題了 那MIPER這邊 經濟來說有點差 支援都快要見底了 但黃金量來說 應該算是不錯的 因為他是三移基 這邊火槍能不能一直出呢 還是不要出太多呢 就要變成MIPER的一個問題 目前一定要有大量火槍 才可以克制住對手的 維京狂戰士的一個肆虐 不然這個狂戰士 其實不要看他這樣子不好解 能出這邊嘛 被靠幾下就出完人間蒸發了 哇你看這個靠一下 這個血扣多少 好慘 哇大概五下左右 五下就可以靠十一隻肉 好這邊戰狼放了硬碟火槍兵 應該沒問題 火槍兵的數量 應該會被大幅減少 但是火槍是反擊 直接把沾毛射要剩下一兩隻的程度 好那這邊VIPER終於 不是VIPER 黑啦終於點下銀罐了 銀罐現在點實際的算不錯 看到VIPER一個大麻爆 波蘭義騎兵 9加2 順帶一提立陶宛的減銀劑的效果 只會加在騎士上 所以我們加到這個青騎兵上 所以這種騎兵跟烈提斯會加額外的傷害 但是青騎兵就沒有了 我記得以前的版本 立陶宛的攻擊力是可以加在青騎兵上 非常猛 那現在會加青騎兵攻擊力的文明 好像只有瑪麗了吧 瑪麗的金罐 好就來看一下這邊狂戰士蠻大量過來 想要來尻這個火炮 火炮確實也被尻死了 那讓我幾隻狂戰士要上去不騷擾嗎 那這邊很多戰毛 但是這邊肉馬有點多 肉馬一多 又遇到維京狂戰士怎麼辦 這邊對維京狂戰士沒有太好的想法 數量有點多 這邊硬尻的話有點虧喔 而且火槍兵一直被限制輸出 因為自己知道 黑仔也在控對自己的戰樓 然後一上去打的話 會很劣勢啊 因為這個火槍會被點光 但是這邊正面的馬已經全速消失了 這個銀罐一好 尻這個馬就突破血友了 來看一下尻這個馬有多快 好這邊一下 我一下大概是 嗯 靠19滴喔 我的天 不確定是不是滴打高 應該還會在更痛一點的 我印象中 靠一下19滴也是蠻可觀的傷害 好啦 五下就可以靠11隻肉馬 好 那這邊火槍的數量有點少 維京狂戰士這邊會卡不動了 這邊戰毛瘋狂插起點這個火槍兵 我可以騎士插完 火槍兵的數量有被殲滅殆盡了 那這邊viper有個道德寶嗎 這個寶是不是蓋不起來啊 欸 蓋不起來欸兄弟 你這邊已經沒部隊了 哇 道德寶確定了 這個已經是道德寶 右邊有幾個台火槍 想要來抄下面這個城堡物 我還拆掉了 好鬼啊 但是沒辦法這些火槍應該也是沒救了 狂戰士直接貼得上來 哇這狂戰士真的很狂欸 很能坦又有輸出 對不對 他的戰術很單純 黑啦就是狂戰士加戰矛 沒了 我的戰術就是這麼簡單明瞭 後面再開個大衝車給他一個deja vu 因為維京有大衝車的 情況下出個deja vu真的是蠻舒服 那左邊目前看起來沒什麼正況 家裡經濟來說兩邊應該都剩緊封了 打開大這邊人口數算少一點喔 119 可能是想要讓自己的軍隊看起來更厲害一點 村民人口數越少 能作戰的單位的人口就越多 但要怎麼去抓這個平衡 就很重要了 這邊火槍走過來 想來點村民嗎 還是先殺兵呢 殺兵不錯 可以可以 殺兵合理 好 戰矛右邊這一坨 我不確定耶 立陶宛這邊出戰矛 可能是要混在火槍兵裡面 然後擋一點戰矛傷害吧 但我覺得他不出戰矛的話也是有點慘 出戰矛也是很慘 不管怎麼出都很慘的感覺 感覺MIPER轉個鐘頭之類的頭車或奴套 打這一坨感覺會更舒服一點 但這邊還是需要有 火槍兵的一個壓制 不然這個狂戰士只會把對手 MIPER這邊的兵當塑膠 然後這邊很多的戰矛在投擲 火槍兵有點危險 往後拉一下 那為什麼要拉呢 大家以為戰矛還活著嗎 然後剩下都是圍巾狂戰士的戰矛只剩兩隻 BIPER這邊有大量的戰矛來防守 而且火槍也在後面輸出 我這個血量有點危險喔 幾乎血量是滿的 好遠頭 開始在拆前線的一些建築 讓BIPER這邊爆兵會更困難一點 好 戰矛直接想要硬點高地嗎 高地打滴滴 哥哥打滴滴 有沒有機會喔 火槍 火槍的傷害很不夠 BIPER的步兵血量太多了 不然以為BIPER的步兵血量是加20% 這邊回擊狂戰士的血量真是蠻耳的 哇你看很棒 嘿啦 這邊用直接一個手點 上來點進火槍兵 這個火槍也在提力吧 但後面有太大的狂戰士在追逐這個火槍 這應該是沒有救 火槍的威力很強 這個路上不追火槍 直接來追 火槍兵也是賺喔 BIPER這邊正面完全打輸了 部隊開始被崩壞阿 要再重新再集結 再打一波草狠再推回去了 好 這邊遠頭過來想要來拆房子 這邊要到除兵點的BIPER 後面要趕快再補上更多的軍事建築物會比較好 不然這邊斷兵會斷的很嚴重 這邊兵一出來就直接BIPER了 看一下能不能做到這些事情 還不然火槍已經被逼到家裡 但家裡的主精也要被騷擾到了 已經到了已經不能再退 地步了再退就要GG了 BIPER還能狗嗎 維京狂戰四家戰矛這麼能打嗎 打一個馬國 維京打得輕輕鬆鬆Easy的 然後BIPER這邊抱了一些馬來 黑拉加沙老 黑拉真的是每次沙老都是一個三面進攻 但黑拉早就已經很熟悉BIPER的套路了 家裡到處都有長長命在走來走去 這就是打了很多年的好機油 所以機油打什麼他都知道 摸得清清楚楚一乾二淨 好噗脫泥帶水 好這邊知道自己的遺跡要掉出來了 一掉出來的瞬間老頭就開始撿遺跡了吧 BIPER這個手術真的是很快 好知道這個遺跡要趕快撿 不然就沒機會撿了 好解我們趕快後撤 繼續補GG補 那田的話BIPER可能要在後面開始撒一些田 因為這邊田待會就不能繼續種了 因為這邊一直收穿的話 肉量會開始變少 這邊馬也不能出火槍也不能出的狀況 就會直接打GG 所以要趕快後面補田會比較好一點 但我總覺得被壓得有點痠喔 火槍變數量一直起不太起來的感覺 只有11隻的 喔確實喔 BIPER開始撒田了 OK正面來看一下 正面直接想要硬打 但是被長槍兵出了個空虛 反正想要硬上這些戰矛 但這邊長槍兵控的非常好 直接攔截馬了一個出來的位置 讓BIPER這邊損失大量的肉 這邊肉確實非常非常不夠 只剩下50肉 但HEYLA這邊還有1000多肉 這邊毀金狂但是很便宜喔 好像不用30斤吧 就可以出一隻 而且這個體質18攻 遠方還有5 怎麼輸 非常非常強的一個部品 我個人也很喜歡玩圍巾狂戰士 我覺得圍巾狂戰士有一種浪漫 有點這種陸地遊俠的感覺 像是跟遊俠對打 他也可以跟遊俠互拚 打遊俠傷害也很高 所以我個人真的蠻喜歡圍巾這個文明的 自從她被拔掉奉子 墓時間後 我就有點傷心 不用換她被拔掉 Dann我個人還是很喜歡這種農民文明的 像波蘭啊 圍巾 都是我的愛用文明 那瑪雅我也蠻喜歡的 還有阿雅姿 OK這邊 戰毛開始丟 可是沒有辦法喔 這邊戰毛你要想要打贏對手這一坨不可能喔 戰毛沒那麼萬能 火槍併者在後面巡邏 等待機會輸出 我們要看一下這邊戰毛 能不能稍微用戰毛抵回去一點 不然這個數量還是很大 對MIP的火槍兵的壓力還是非常不舒服 但只要這個 戰毛一不死的話 火槍兵就沒有一個健全的輸出空間 就很煩喔 就安全的暴兵 然後吹放這邊吹 哇這邊是不是要不行啊 直接兵直接往上貼 所有的垃圾兵都在迴京狂戰士的手裡躺下了 老光 全部都是屍體 涼了 張函打 這一天繼續往後撤 一直往後撒 這一天沒有戰得很嚴重 但是肉還是依舊起不來 我覺得可能要打GG了 雖然還有1000多黃金 但... 只剩這一點冰量 要來拆這個遠投數不太可能喔 而且這邊火槍數量還是很少 對手也不用出其他黃金兵 沒有血統 怎麼贏 哎呀直接出爛也沒有三級遠 馬凱的文明居然要把MIP爆打了嗎 果然公布給壓力才是最大的 這邊我真的看不到怎麼撿 這邊什麼都有 戰毛戳戳 狂戰士 那要打這個狂戰士 要射很多發的戰毛 才會死 一直 相當相當非常不滑的 好那這邊慢慢在拆 Viper家的建築物 看好像發生自己 好像... 經濟也快沒有 你看黑打這邊剩400斤了 然後Viper這邊也剩400斤 兩邊的經濟量都已經見底了 主金還被痛 完蛋 這個金沒挖完 但這邊... Viper唯一的優勢就是火炮 火炮 火炮要不要回頭炸一個 有 回頭炸一個 踢地板沒踢到 好Viper這邊秀火炮 看能不能打回一波 我覺得這邊應該是Viper的最後希望了 Viper在等黑阿拿的時候才斷金 才可以轉出大量的射兵 他就有機會了 然後這邊顯然的是 交換交換的不夠多 黃金兵存活還是蠻多的 好 那這邊要來決戰了嗎 哇 這個戰某的量是怎樣 好噁心啊 好兩邊居然 圍下圖 這邊2200 打1500 Viper這邊聚烈士 這邊烈士就算了 但是Viper這邊又來接洛馬 但洛馬要被抽抽抽了嗎 但是後面有僧侶來招擊洛馬 但洛馬有抗招強能力 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那這邊 因為在建塔下開打的關係 圍巾狂戴士基本上送光了 那圍巾只剩下戰馬 我跟他戳戳 防戴士基本上是送到快沒了 但在這邊黑拉很讚喔 遠頭出了三台 哎唷在那邊點掉一台 我們在之前的影片有講過 遠頭就是要出三台 三台遠頭就能搞定一切 這麼多看是小細節 遠頭到底要出多少台 三台就夠了 可能是不是有來挖Viper的金啊 還沒有 好那這個城堡掉了 可能就讓他打GG喔 那看一下Viper這邊 依依就是要打騎兵的樣子喔 沒有辦法 戰馬還是要用騎兵去解 但要用騎兵去解的話 又要會遇到對手的 狂戰士跟戳戳 那要被戳到一下 或是被維基卡士砍到一下 這個肉馬都會投過血流的 所以Viper巨難打 這邊唯一能秀操作的東西 就只有火炮 但是火炮量又太貴了 初期 火炮一台要225金 但是這邊Viper只剩300金 只能除一塔 而且基本上是在靠遺跡再過生活的 村民只有四個人在挖金 好慘 狂戰士這邊還帶出 16隻狂戰士加上58隻的戳戳 58隻 這裏是不是 然後這個城堡掉了 Viper這一波 再打不贏的話 真的要喊GG了 因為這邊是Viper的出兵點 出兵點被壓制的話 這就因為這場比賽要沒了嗎 這邊大量的戰馬被圍攻 而且這邊火炮也要被戳掉了 後面有更多的狂戰士 先戳戳又A了上來 高地戰馬 我們守住24隻戰馬 看是不行 Viper打出了GG 哇 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經濟選擇 Viper真的是農民型玩家 他的一級舔跟一級木 二級舔跟二級木都是同時點 然後手推車輪軸上的時間也是蠻好的 就是差不多30吋左右 32或35吋左右可以點這個輪軸技術 那在70吋到80吋或90吋的時候 來點這個手推車 算是非常一個正確的選擇 但是由於危機人完全不需要這些 點的時間 不好意思我看錯了 所以這邊手推車跟 HELA這邊手推車跟輪軸都是免費給的 所以這邊不會看到他有點科技的一個項目在 那Viper這邊是 好像是 這是多少 97吋點 然後這個是34吋點 標準型的點手推車的一個timing 因為Viper這邊有在暴兵的關係 所以村民數會到90級才點是正常 封建時代也是打了一場仗 所以這個輪軸也是上得比較晚一點 也是正常 全部都是正常 好 OK 看一下經濟部分 這邊Viper 這個木頭有營 HELA這邊經濟非常好 你要看他這邊好像跟Viper的經濟差不多 其實 他這邊村民數是很少村民去採資源的 所以才會有這種近距的差距 我們來看一下Viper有多少村 其實我不太懂這個新界面要看村民是要去哪裡看 你是這個嗎 村民 152 後面有低村是不是 後面的村民只剩下110村左右了 好 村民數其實算是很少 基本上都是把人口拿去出兵力了 所以他的兵力非常非常的多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啊 記得按訂閱